我們一般人性是這樣 我們很關心自己家的事情 都很關心別人的事情 第二點 我們一般人性是都 會唱衰別人 希望看別人出好戲 所以齁 小S雖然今天澄清了 可是齁 以後的媒體齁 我跟妳講盯很緊的齁 尤其是這家媒體他一定會找機會的 為什麼 這媒體我們 其實媒體有個很不好的現象 我自己媒體出身的 像媒體剛剛講了 你剛剛講說有的人去求證有的人為什麼不求證 其實我們有時候做媒體我們知道 那個記者他明明知道說 我只要一求證這個新聞就破局了 我就是不要求證 不行的嘛他走鋼索 他知道說我打電話去這個否認這個否認 我新聞沒有可看性 可是那個記者他認為說 那個記者主觀認為說我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我不要去問那些人不要去讓他們來澄清 那些人都很危險的 你真的一錯的話你就完蛋 一翻兩瞪眼就完蛋了 剛剛講媒體還有很多一種很奇怪的行星 台灣 包括他這種自以為是 他覺得這個新聞就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他做錯了以後呢 他也不會虛心認錯 真的是我錯了對不起大家 不是喔他會伺機等待去報復 因為我告訴你喔 我在那個派出所備案過 新生南路 他都有那個監視器 對 所以我那天後腦勺頭髮好像不是很好看 也被拍到 所以你只要說你本人真的有進去那個派出所 監視器畫面都掉得出來 而且他還會提供給記者 你看警察跟記者多少 有 這樣不是被提供嗎 有啦 有啦 不是公領域的 通常分局不太會提供那個畫面 但是好像今天我覺得派出所做的 他稍微over了一點點 他不應該站在旁邊做他的背書 但是這個監視器跟這個人 可以等到以後如果真的吵得太大了 因為這條新聞到我看來第一天 大概溫度就比較降 除非一直吵家暴家暴家暴 一直弄到分局必須出來不可 我覺得派出所副所長再出來也不可 真的有點稍微超過了一點 而且我覺得整個發展的經過 第一天看到小S這麼的噁心的表達 我覺得會不會是故意的 你也覺得噁心 不是噁心 你說噁心有點超過 恩愛 恩愛 是不是有點故意的 太恩愛了吧 故意的 因為我想說 因為我如果好 我用小S的心態來看 如果我真的是跟我們老公這麼好 我就不怕你學不會死 我今天是故意給你看 反正媒體一定會報導我們多恩愛 沒關係洪一哥講的 十年後如果萬一被戳破 沒關係啊 我照樣再來講一次 兩次的加成效果 我覺得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那種 但是剛才洛宇哥講的 我覺得我要呼應一下 那個爆啦 那個媒體 確實有一個習慣啦 因為 那個他常常會在後面加註一個 因為電話打不通 所以無法向本門求證 但是很奇怪 我們電子媒體 第二天常會追新聞的習慣 按照這個版面再去做 但是奇怪了我們記者一打 有通耶 有通耶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這樣講 像我們處理新聞就是 那個時候 比如說像今天這個事情 雖然我問的都是否認的 可是我照樣寫 為什麼 你否認我一樣寫上去 對 就是說你否認他還是寫上去 比如說今天鄭大哥 假如說今天鄭大哥有外遇 我今天問問鄭大哥沒有這事情 是不是 聽說什麼又怎麼樣 但是鄭鴻怡否認此事 我一樣寫 你否認我照樣寫 就是說新聞我們多年的處理經驗 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定的證據 雖然當事人都否認 但是你有必須要有一定的證據 你才可以去登這樣的新聞 對 就你沒有毫無證據 只靠一個什麼 爆料 爆料 然後呢就把它寫成這樣 而且當事人都否認 這個新聞是不成立 太薄弱 來我們先休息進行報告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要繼續談小S嗎 還是要談小莎 你想喜歡什麼菜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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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S還是小莎 好不好 好 要不要談小莎了 小莎小莎 小莎就要問李昂了 法國人 你比較熟對不對 對 小莎呢就是法國總統沙克齊先生 OK 那他們 他跟他的這個小布 就是他的老婆叫布妮 OK 小妮好了啦 小莎跟小妮 這個人說 這兩個人說 一夫一妻制 尤其是小妮 小妮說一夫一妻制 煩死我了 OK 這語精四做 然後這個小莎對他的格言 只要是女的他都 嗯 流口水 垂弦 垂弦 但是有沒有伸手不知道 這是怎麼樣 我覺得法國人有一個好處 這個我們也許以後可以學得到 就是他把那個公領域跟私領域 分得很輕 那他評估這個總統是看他做事 那他的緋聞 他覺得那個是私人的事情 可是你注意看 美國就比較有那種清教徒的傳統 就是說那時候克林頓只不過是 一個寫家院就可以把他搞那麼慘 還好 他那個政績那麼好 所以才沒得被坦克對不對 所以法國人一向比較容許這一些 甚至那種名言也是法國人說出來的 說外遇呢 是增進婚姻的一個良好的這種 緩衝進 如果沒有外遇 誰能夠待在無聊的婚姻裡面 對啊 經典 所以因此的話 我覺得我們以後台灣的政壇 要以這個小莎跟小泥 還是要用美國式的清教徒的方式 來看政治人物的這一些緩文 恐怕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那麼 他們可以各玩各的 可以真的 法國夫妻真的可以各玩各 沒有問題 而且我相信 是接受的啊 接受 即便是以後各玩各的話 法國媒體也不會拿這個來打 那個薩克吉 不是 我不是指薩克吉跟小泥 指的是一般人 一般夫妻也同 也就是說各玩各的 大家也都是OK的 我覺得各玩各的 每一國的夫妻都在玩 中國當然有很多事情 可是呢 法國是可以上得了台盤 而且覺得是可以來看他的 那其他國家的外遇 就像貴寶地本國 就是給他要藏在桌子底下的 或者你就掛掉這樣子 而且法國的這種各玩各的 或是怎麼玩 它可以用電影來深度探討人的 心理層面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都電影都演給你看 其實這個新聞這麼受矚目 應該是講小妮實在是太漂亮了 因為你看那個惹火的身材 大家如果有機會在網路上看一下 那個身材真的是火辣到 連女生看的都要流鼻血 流口水 真的太漂亮 因為他那麼美麗 那麼漂亮 而且他現在還是繼續他的演藝事業 所以他們這段婚姻更受矚目 你知道小妮以前是誰的女朋友嗎 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尼克捷格啊 尼克捷格啊 還有那個誰 爾克什麼captain啊 唐納川普也是 唐納川普 這個女人啊 其實是不好熱的 他說他要男朋友 就要有核子能量的男人 核子能量 你怎麼沒有 我沒有啦 沒有 你有什麼 你有親戚嗎 你只是子彈對不對 你馬上出去就沒了 沒了就沒有了 為什麼要選上薩克基 總統啊 總統耶 總統可以按鈕 按那顆鈕 什麼會會出去 核子彈 核子彈 對啊 這是真的有核子能量來開玩笑 他只有一百六十五公分 你還靠 而且他比那個拿破仁 還矮四公分 還矮 拿破仁已經是矮了 剛才有薩克基 看到他下了 熱戀三個月就結婚 對 如果叫朋友 去辦一個party 他就要叫他了 就一拍職合 可是問我們在座的三個女人 不是 我要說 小妮他要有核子能量的男人 現在是薩克基 他有核子能量 為什麼 他按鈕核子彈就飛出去 那是小莎 他這個沒有當總統的時候 再見 對 小妮還在不在 等一下 我們問我們在座的三個女人 一起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有一個總統 要跟你結婚 然後你可以借這個總統的職位 可以看到你普通時候 接近不了的政治人物 貴族 英國女王 可以介入一個社交圈是你 即便他這麼是個名模 然後交往過這麼那個 他以前的男朋友還沒有有權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我坦白跟你講 我一定要去試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對嘛 或者我還可以拿這個 總統夫人的權利 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可以去救援很多的貧童 或者是 做很多的 艾滋病的防疫文化工作 那我只不過陪這個男人 何況還不是一個討厭人的男人 睡幾個月 對 那有什麼不行 但是我想 小妮可能不見得有像李昂老師 這麼有愛心 可是她喜歡權利 這是事實 因為當你有了名 當你有了利以後 對啊 你想要的就是權利 而且那個社交圈是 她沒有嫁給薩克吉的時候 她進不去的 你懂我意思 可以去跟英國女王喝下午茶的 我覺得那個看著世界 接觸的事情 還有你認識的人 我覺得都不一樣 那層次當然不一樣 那是在另外一個世界 對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 我是覺得可以嘗試 因為那是完全不同的什麼 當然 對 我有一個很好的女朋友 她就是 她不是很有名的模特兒 如果所以 如果什麼 什麼國家的女王看上我 我也會 你也要是 對 我那個模特兒 我那個健的那個模特兒 想必就很漂亮 可是呢 她就跟一個 年紀很大的一個董事長 在一起 也是做人家測試這樣 偏房 我就問她 我說你這麼漂亮 為什麼要去嫁一個 這麼年紀大的一個歐姬上 可以 可是真的不能講做爸爸 但是也差不多了 她說因為 她覺得 她自己 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她不知道以後 可不可以做到 像那樣子的地位 她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入 就加入 再碰到這麼好的人 作為人家的政事 所以既然有這個機會 當然錢是一定有照顧 而且那個董事長 去哪裡都帶著她 去外面交金應酬什麼的 那大老婆既然不講話 她就很順 順理成長這樣 我覺得這應該 當然不能講像 小莎跟小妮 這麼樣的層次那麼高 但是我想那個心態是一樣的 就是她講這個 就是權利的問題